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 以车为家的车手 26岁许姓男子不找正当工作 带着两名细汉载行骗大台北 双北市有多人受害 用的是诈骗老招解除错误付款设定 徐某以车为家流窜双北 警方日前终在新北市中汉顺利堵到他 将他气气拿回案 据了解徐某退伍后不务正业 但总想着发财 大零工又赚没多少钱 由于通讯发达 徐某也收过诈骗简讯电话等 他净突发奇想不如也来从事诈欺 说不定可以赚钱 徐某利用脸书LINE等通讯软体 四处乱家好友账号名称 又取作XX购物 以解除错误支付款设定 或才参与我是谁等诈数 洋装购物网站客服 又骗被害人操作提款及转账汇款 再由Zeno张某两名小弟去提款 就这样自去年6月开始 横行双北近10个月 被害人甚至有他自己的亲戚 警方积极调阅监视器锁定层 将两名小弟进一步追查到徐某行踪 徐某遭待后 向警方承认犯案 还说其实真的蛮好赚 每次5万元 10万元 紧账还算少 不法获利起码百万 讯后警方意诈其罪嫌将徐某等三人一送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